不管是执法人员,FBI,或者是海豹突击队 他们都很喜欢用格洛克 就是格洛克的手枪 它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可以customization 格洛克就感觉一个Costco fashion 搬机的感觉有一点含糊不清 今天给你们安排一个格洛克开箱 让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Hello,大家好 买车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Toyota 那买枪的话,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格洛克 格洛克在枪的世界里是一个大哥般的存在 朴实无华的外表之下 格洛克的枪不仅仅是经过了实战的验证 并且以卓越的可靠性和性能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使得格洛克成为许多专业人士和普通消费者的首选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日常防卫中都能表现得非常粗色 我之前有过格洛克,是格洛克43 然后这次买的是格洛克20SF SF的意思是Slim Frame 我们先来看一下盒子里面的accessory有哪些 首先就是一个平时用不到的lock 我枪不用的时候都会放在保险箱里面 所以这个锁就是不太使用 但是我还是会放在箱子里 以便以后卖掉这把枪的时候还能用到 然后的话 格洛克有两个magazine 然后它是一个10毫米的magazine 10发 因为我所在的华盛顿州 只允许我们带10发子弹的magazine 还有一个Bullet loader 这个Bullet loader我记得 43里面游泳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用 所以我也不怎么用 我自己有一个speed loader 超好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清洗箱的rods 这个rods让我想到了spork 我会把图放在这里 有没有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小机灵 我之前开cc的时候它是有两根rods 然后它现在可不可把它变成了一根 是一个小心丝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 user manual pamphlet 我就把它放的就不拿出来了 这就是所有的东西 非常的简约啊 每次开箱 Glock真的不得不说它的极简主义 你看它就两个简单的大棉花放在里面 然后把枪变成一个像三明治一样的东西夹在里头 非常有意思 然后就是这把枪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Glock的枪它就长的差不多 然后之前不是开过一个cd吗 我今天也把它给请出来了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 对比 然后这两把枪 CZ就是一个会时尚圈的 格洛克就感觉一个costco fashio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格洛克 我摆的是格洛克20 然后SF SF呢它的意思是slim frame 不是整把枪的大小 而是它下面grip的地方会比较瘦一点 像我们这种手比较小的女生来说 选择SF是比较合适的 买10毫米的东西呢是因为我有一个bucket list 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我想买一辆房车 然后到处去旅游 所以呢就新生了一个要用10毫米的枪来防身的一个想法 10毫米呢是一般性用在wild 就是大型动物的情况下面 10毫米呢也不是很建议用来对付人 是因为有一点overkill 然后我买的这一款呢是gen3 据我所了解gen4呢是不能买了 是因为格洛克马上就要停产了 gen4呢和gen5同时又是在加州被ban的 所以说我选择了一个gen3 然后我选择gen3呢首先是因为gen3和gen5 有一个50到100块钱的一个区别 它的区别可能就是在于这里 gen5可能这里有多加一个帮助slide的一个grip 然后呢下面可能这个memory pads gen5是没有的 然后gen3是有的 当我在选枪的时候 并不想花100美金去买这两个小小的区别 所以我选择了gen3 然后说到这把枪的重量 对它们两个重量是差不多的 然后现在我们尝试放一个夹子弹进去 夹子弹已经在里面了 可以感觉到狗洛克的magazine它是非常顺滑 就是一按就可以把子弹给按进去了 我觉得对女生也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它这个slide其实 刚刚提到的gen5可能这里会有一个grip 可以让你的slide更好slide 但是我使用这里slide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难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dry fire 对我来说它的grip可能对我来说是有点大 如果你追求那些比较干脆利落的那种搬机 还有就像搬玻璃那种的感觉的话 那grip的trigger就不是你的最爱了 因为搬机的感觉有一点含糊不清 有那么一点的含糊不清 就有点像有沙子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不过退于我这些不去比赛或者sport shooting 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 然后我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把这个trigger给改了 不过fun fact就是格洛克的手枪 它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可以customization 然后外面有很多公司卖这种替换的那些零件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刚刚试着瞄准一样东西 有感觉格洛克的那个sight是有点往下压的 然后就会利用到我们手把lock住的那个机制 然后使得它的recoil没有这么厉害 第一把10毫米的手枪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它 现在带它去range试一下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